電信詐騙機法 破獲三處電信詐騙機法 查獲並遣返我國籍92名犯先 那集團主要是以 假冒公安詐騙大陸民眾虧出 中山分局三樓 招募想要快速賺錢的年輕人 成為詐欺集團的機首 到台中的訓練基地 統一控管並進行詐欺課程的一個訓練 那我們經過溯源發現 境外衛姓五姓兩名金主 長身在馬來西亞 遠端操控機房的運作 我們在今年1月 在馬來西亞雪蘭俄州 一處豪宅裡 查獲衛姓五姓兩名犯險 那本案在今年的10月26日 當場逮捕到三皇幫呂姓祖賢 林姓金主小弟等8人 並以組織犯罪詐欺罪移送地檢署偵犯 森禱 自愛